男人用绳子把枪挂在树枝上 再用一根木棍作为支撑连接扳机 随后拿出八根火柴给固定在绳子上 接着再将其点燃 就这样一个自动开枪装置就制作完成了 此时他发现了困在笼子里的飞行员 便询问他导弹的存放位置 飞行员表示 就在身后那个戒备森严的帐篷 得知位置后 山哥一把飞刀就扎在了飞行员的牢笼上 并让他自行割断绳子离开 自己则是趁看守不注意 偷偷地钻了进来 果然在这里看到了一枚 体长一米八的巨型导弹 强哥没有多想 立刻从包里拿出了一把迷你罗斯刀 很快就将导弹发射面板拆下 随后他又拿出一个扳手 只是在里面轻轻一提 导弹的发射原件就被他轻松取出 却不料触发了导弹自毁装置 可淡定的山哥却丝毫不慌 他快速从包里拿出老虎钱 通过熟练的手法成功将引线解断 然而倒计时却并没有停止 此时懵逼的山哥多少有点懵逼 他赶忙从包里取出一根细细的钢丝 眼看到计时即将结束 只见他在最后一秒按了下去 导弹的自毁装置被成功拦截 山哥一直悬着的心也终于放下 此时火柴刚好烧到绳子 而下一秒 巨大的枪声瞬间引来看守们的注意 所有人开始朝向枪声处集结 这时被困在笼子里的飞行员也趁机开溜 山哥一把躲过守卫的枪 一个接话发给他送去了西北 随后带着飞行员开始快速逃跑 然而回过神的士兵们很快就发现了他们 此刻两人也被逼到了悬崖边上 眼看追兵即将逼近 山哥让飞行员先去跟他们周旋 自己则是背上将落伞的背包 再将信号弹的枪口砸比 一个简易的火箭推进器就制作完成 随着他们弹药的耗尽 追兵也很快追了上来 就在危难之际 山哥一把抱住飞行员 接着扑斥一枪 强大的冲击力直接将两人弹飞了出去 在快到达地面时打开了降落 就这样一场导弹危机 被山哥成功划底 刚救完飞行员的山哥 就接到了一个更加严峻的认为 那就是潜入敌军的实验室 盗取敌军研发病毒的证据 随后山哥就一人 潜入了敌军实验室的通风管道上 来到管道口直接一脚将其踹砍 论时无数紫外线遍布整个实验室的上空 一旦紫外线触碰到山哥 就会响起一击警报 山哥先是从包里拿出一个迷你反光镜 成功将紫外线投射在镜子上 通过调整合适的角度 摧毁了紫外线感应装置 随后山哥就从通风管道潜入了实验室 由于刚才的爆炸导致下面的建筑坍塌 山哥只能一点点匍匐前进 可没爬两下 山哥就发现前面的已然被堵死 于是山哥心生一剂 他直接打开消防栓 从里面撤出喷水管 再次爬到废墟的尽头 拿出小刀 将它给切成两半 随后再给他打上死结 给他塞到石板的下方 接着跑回来 打开消防栓的阀门 通过强大的水压 将它成功打通了实验室 而在这里山哥找到了被关押的战役 他们没被打得鼻青脸准 残破不堪 山哥先让战友们先行离开 自己则是要找到他们实验的证据 而小美得知后 决定要带着山哥一起去寻找 通过小美的指引 山哥从实验室找到了一个入口 两人一起小心翼翼地从上面爬了下来 看着眼前的废墟 山哥一度怀疑 是不是小美给他领错道 可小美却跟着记忆 试图打开前面的铁门 却被发现不好的山哥 及时给拦下 随后铁门内就冒出了白烟烟 山哥拿了根木棍 这个轻轻往上一点 木棍就瞬间燃烧了起来 小美不敢相信眼前看到了的一切 实在是太恐怖了 他非常感谢山哥又救了他一命 决定出去一定要以身相训 跟着小美的记忆 这里从警示发电视 再往前走两步 突然警报声就响起 成功逃进来的两人 深呼了一口气 而发现什么了的小美 快速走过来一看 他顿时难受到了极点 原来曾经他们一起战斗的伙伴 被敌军抓过来后 全部都荡成了实验的小白鼠 看到这一幕的山哥顿时暗暗发誓 一定要找到证据 来公布他们的恶行 最终经过了两人的一直努力 终于找到了他们实验的总部 趁他们走后 山哥直接敲碎玻璃 成功潜入秘密实验室 盗取了他们的实验数据 最后山哥成功完成了任务 带着小美成功逃了出来 并过上了没羞没骚的生活 影片到此结束 我是实说喜欢的朋友 可以点个关注 谢谢